有一幾份民調說 鄭運鵬慢慢追上來了 那另外就有人說張善政太佛系 那村長你怎麼看呢 現在到底鄭運鵬跟張善政 現在的選情到底是怎麼樣 說張善政佛系 我覺得這個是人云亦云 你給我佛系的定義 那當時林志堅的時候 林志堅是候選人的時候 那時候張善政的佛系是對的 這個時間往 時間往回溯你去看 結果論 結果林志堅自己下台了 那張善政也沒有因為在這裡 這個攻擊林志堅 而落下自己一個這個可能 不好的名聲 所以很多人支持張善政 你如果看街頭民調 哎呀你為什麼支持張善政 你知道有很多人講出兩個字你知道嗎 善良 善良 善政很善良 善良 如果當時林志堅 當時如果他採用的是攻擊的一個方式 也陷入這一個 林志堅的這個抄襲文的這個攻擊的行列 所以我相信 可能大家對他的觀感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 結果論嘛林志堅下來了 接下來換成鄭英鵬的時候 你說哎什麼叫佛系 我認為所有講佛系的人 是因為你根本就 沒有去關注過張善政 說他這個 淡水山枝那邊說有多少的土地 他的這個墳墓 他的父母親的墳墓是佔據幾坪 他馬上就提出提出數據來說就0.4坪而已 因為民進黨 民進黨選舉哪一次不挖人祖墳啊 你跟我講的 那這一次也挖張善政的祖墳嗎 結果這一次挖張善政的祖墳就挖錯了 嗯 因為張善政的祖墳來0.4坪 他那個有沒有 他只是一個骨灰毯的位置 對嘛 鄰谷塔嘛 對 他把他供奉在鄰谷塔 他把整個鄰谷塔都算成他家了 這個馬上就打臉了嘛 這件事情其實有反作用力 因為最近這幾天上政論都在討論這個 比較多 但是很好反打 那第一時間 張善政就在第一時間馬上就反擊了 嗯哼哼 這還叫佛系嗎 再來 鏡周刊對張善政的抹黑 第一時間 啊當天 馬上到警察局 去提告 嗯 這還佛系嗎 包含到 我們桃園 這啊 從9月16天崩地裂 沒有天崩地裂 三級地震而已 又崩出的 崩出的這個 還有世界看見桃園的這個天花板 啊這個崩塌 啊從這之後 各位如果有看我的臉書的話 我每天 都有爆出桃園的這個豆腐渣工程 對啊 你看張善政預言成真 其實就是看了沾江春的臉書 有沒有這個桃園活動中心 天花板下水柱 啊那說桃園公共工程是經不起老天驗收 他說那張善政你為什麼不攻擊鄭應鵬 鄭應鵬 鄭應鵬就沒做什麼事 他有什麼好被攻擊 哈哈哈哈 他幹了兩件 你以為在桃園就跟白紙一張一樣啊 這上政論節目玩戀動啊 家庭日啊 啊又不住選區啊 啊這一些 就白紙一張啊 啊那鄭文翰就不一樣了 鄭文翰號稱五星級建設 建設非常多 結果哎那你五星級 那我們就拿出來一一的檢視嘛 啊坦白講啦 臺灣什麼不多 蚊子館最多了 啊那你這一些 建設拼命的蓋拼命的做 那結果呢 一發覺以後 沒有一個是單純的 對啊 企鶴營造 倒了 啊這個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游泳池 一開張馬上就 開張啟用就停用 為什麼 那游泳池 它的那個 你知道游泳池它那個 那個沉水就好像我們的魚缸 你知道那個 沉水 力道要很夠 壓力要耐壓力要很重 對 結果它裡面 這個混泥土 照理講它應該是 這個磅數應該要更 這個磅數要更高 結果它 裡面是用廢棄的營建物下去做培沖 所以它的這個游泳池 一蓋出來以後 就開始就漏水了 太慷張了吧 對 好而且你知道 也沒辦法修補 好再來 那只能打掉重建喔 只能打掉重建 哇那就是直接整個就棒吹老啊 所以現在 重新招標已經流標8次也沒人敢標 太扯了吧 對 好 再來 這家叫啟賀營造 好 各位 兩天前 現在民進黨說 哎呀那個村長造謠啊 那個漏水啊 是因為馬達壞掉啊 有沒有 各位 那個 那個寇寇姐啊 寇寇姐那個放言有沒有 對 寇寇姐那個放言今天打我啊 說我造謠啊 我哪有造謠 哎 你們有看那個影片嗎 我們那個藍門活動中心 那個水是不是從那個啊燈 燈造就這樣子狂蟹而下 跟瀑布一樣 然後從那個冷氣吹風口 直接就 哎狂蟹而下跟瀑布一樣 對不對 我沒有造謠啊 啊 他們是自己哦 你知道自己被打到怕了 你知道嗎 他們就開始出來講理由 哎呀那個是 啊抽水馬達壞掉 哎各位啊 有點Sense 有點Sense 抽水馬達壞掉會讓你家的天花板 然後整個燈具 然後跟那個瀑布一樣 然後你的啊 那個 包括 那種冷氣出風口 會整個跟瀑布一樣 然後淹的整間滿滿的 然後那個瑜伽教室那個整個地墊 整個都淹滿了 你說 我只是簡單的一個評論啊 說桃園的公共工程 你總是經不起老天爺的檢驗 這有造謠嗎 他沒有說我造謠啊 哎這不是很好笑 啊這是真的啊 有沒有 這圖 充冷氣孔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充冷氣孔 像尿尿一樣 那不是滴水喔 你要高清 一整顆他都這樣 啪 我只說經不起老天爺的檢驗 你看他們反彈多大你知道嗎 有 整個村里全部出來 對 村長有PO這個群組 而且我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今天特別想找村長 還有一個原因是 村長因為臉書一直在揭壁 然後就吃紅丹了 那我也是紅丹的長期受害者 我們臉書吃過一年的紅丹 超誇張 所以村長一講我心有戚戚 所以我馬上跟村長說 村長不然來連線一下來講一下 真的要讓他back出來 因為 鄭文燦到現在還很多以後 他是五星市長耶 今天村長講我是知道很誇張 但村長一講活靈活現 真的是更誇張啊村長 你看他們出來解釋喔 不是也是很瞎嗎 他說詹江峰又造謠 造謠在哪裡 就流水啊 我自己去灌了嗎 蛤 不是吧 如果那水是我請人家去灌的 啊那就造謠啊 嗯 還是說那個是啊 拿別的地方的圖來PO的 也不是啊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民進黨 凹可以凹到這個樣子 林志堅你就抄襲 你還可以硬凹成說余政房 抄襲林志堅 那你那個明明南門活動中心 那個漏水有如瀑布 哎你又說沾江村又造謠 你看凹這個 那新聞都爆出來了 他們還可以側翼還可以這樣子PO 然後這個 周易寇的那個放言 還可以做這樣 我不知道他們在洗腦是洗誰的腦耶 中間選民洗不動了你知道嗎 是 他是洗只能洗他們的這一些 鞏固基本盤吧 對啊 他反正他說沾江村造謠 然後聽了就很開心 那沾江村造謠 然後就跟著就PO 然後我就提告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